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官媒称为黄皮白心的骆家辉 无论到任还是离任都引发从网民到官媒的喧嚣 或许他让中国官员蒙羞 让中国政府丢脸 却让中国民众痛快 那么骆家辉这位在中国官媒眼中离京叛道的美国官员 究竟折射出中美对比的哪些差异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官场还是美国官场呢 造就骆氏家辉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 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 另外一位是美国的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海涛先生 你好 宇宙 好 幸好 这个话题我们是开通了热线电话 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的 首先我想问问陈先生 陈奎德先生 那么从您的眼光来看 骆家辉这位驻华大使 对于中国人来讲 他和其他的驻华大使有什么样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第一 他错就错在 他作为一个华裔却代表美国利益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中国的有些人来说 特别是中国政府部门的有些人来说 心里是一个别扭 所以说他们用另外一套眼光 或者是另外一套标准 来看待骆家辉作为美国驻华大使 因此就对待他和对待其他的美国大使 心理上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这表示说这个中国 尤其是政府方面的话 他们应该怎么看待 就是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 如果撇开肤色不看的话 我想应该怎么看待 美国驻华大使非常正常的两个国家 他们的外交关系 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 他有一定的外交利益 我们像对待其他国家的外交大使一样 对待骆家辉就行了 但是他们显然按底的标准 或者说心理预期的有些要求 或者有些想法 可能是他们投射到罗家辉身上 但是发现罗家辉显然没有达到他们所设想的这样一些要求 因此产生了某种失落感 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心理状态 就是在我称为也可以借用有些人的说法来说 或者有些左派的说法来说 叫做反向的种族主义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人 例如像我们这些人 或者说你和其他的美国西人西方人 同样的是例如西方国际 例如你是法国国际 你是美国国际 你们到中国去 会发现 特别是如果你有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批判性的看法 你会发现你受到的待遇 和西人受到待遇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还是把你看作是他的统治下的子民一样统治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一种反向的种族歧视 在我看 那么海涛其实同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的方式就是说 罗家辉在中国 不管是网民中间还是中国官媒中间都引发很大的这个喧嚣 那么来来去去呢 这个人们是议论纷纷 当然两极分化 网民呢 所以他一律的支持 官媒是彻底的批判 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先看这次这个中方这个就是官方的反应啊 那么作为这个中国的媒体 大体上的表现 应该说是对罗家辉走还是不错的 新华也没发东西 人民也没发东西 甚至环球时报都没发东西 那么由中新网发出这么一篇的批判文章啊 所以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也不知道想代表些什么 如果他以一个专家 大家都知名的一个或者外交官 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主管 中美 关系的一个 这么有威望的一个 有身份的一个人发表 那么这个反应又是不同 那他糊里糊涂提出来一个这个王平 那么王平 这样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们去网上一查 可能是查出成千上万的王平 不知道到底是 不知道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一个 一个高官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通过一个中国政府 一个官方正式的渠道 发表这么一篇的文章 而且是对一个在中国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外交使节 来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很多人就想起来 是不是文革当中这种大批判又回来了 两校的大批判又回来了 那么当初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1972年 尼克松到中国的时候 当时中美之间关系非常差 有没有可能想象 毛泽东把尼克松邀请来了以后 然后由人民日报或者两校发表 对尼克松一篇大批判的文章 不可以想象的 因为当时周恩来有一句名言 叫外交工作五小事 就是在外交方面 必须要有相当大的授权 你不可以有底下人 随便来发表什么言论 尽管你的私底下 可能对罗家会有相当的不满 但是你通过一个官方的一个媒体 当然中情社他说是半官方了 但是我刚才和葵德已经提到 在中国所有的媒体 无所谓是半官方 只要是 实际上这个中情网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它是中国国务院桥办主管的 一家新闻单位 那么桥办是官方的吗 桥办就是官方的 实际上它就是官方媒体 我想接着说一下 对不起打断海涛了 我想请葵德来说一说 就是看到这个 他写的这篇叫做评论也好 叫做什么社论也好 用的这个词 别了落实加徽 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了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用的这种语言 用的这个标题的这样的这种排列 选词造句 包括这个文风 都是用的 毛式的这样的一个文风 我想让葵德来谈一谈 就是说刚才海涛已经说了 这他感到很疑惑 这到底是这某一个人写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呢 还是实际上是官方的受益 它更像一篇网文 我觉得可能是某种意义上 他们用一篇网文 当然他没有负责任的一个官员的真实的名字来 他来试探一下整个的外界的反应 当然也是对中国民意的一种所谓的引导 但是我相信他这篇反毛体的所谓文章 反而起来是反作用 因为大家看到了网民 后来的大规模的反应 都是对他这篇网文的一些比语 一些不屑 一些是很嘲讽的 对他那篇网文的那个说法 大家知道当年毛泽东取这篇文章 毛泽东刚刚好像刚刚要拿到政权 气还很足 好像他作为一个统治者 好像一些嘲讽的冷嘲热讽的手法 对一个外交使节做状态 虽然在真正的我们内部的人看来 觉得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但是在一般民众 当时毛泽东正在上升去 还觉得这篇文章写到 甚至还把它弄到中学的教科书里面去 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当时只有一个评价体系 就是官方的评价体系笼罩了全国 而现在是有网络 有民间的评价体系 也就是说对一个东西 它有了两个价值评判体系 一个是官方的 一个是民间的 在某种意义上 大家一般人争宠的 还是民间的评价体系 所以这一点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毛泽东当时讽刺斯图雷登 而且他表明他像苏联的投名状 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边倒 倒向苏联 我们要抛弃美国 摒弃美国等等 当时好像很解气 但是事实上后来毛泽东 在众多的历史演变下 不得不向美国 投向美国 这个怀抱 向美国 倒出橄榄枝 所以而且斯图雷登 在现在的中国的知识界也好 民间也好 有非常高的威望 他创立了燕京大学 他在中国的教育 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 都取了巨大的作用 他得到的尊敬程度 比毛泽东本人还高得多 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中国的观众 等在线上了 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接几个电话 第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辽宁王先生 你好 首先来说三位有点胡说八道 洛家辉首先不是从意识形态上 还是为国家认同上 这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首先来说 中国有一些物资的网民 对洛家辉走着 在网上说 中国有6亿网民 社会多元化 有一点 对洛家辉有好感物资的网民 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了 美国大使馆是作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里面干着肮脏卧出 窃听也好 情报收集也好 以前美国大使本身有CIA的 当然了 作为中美指挥战略竞争对手 就像我们的听众也好 愿意听你们公共公关 首先来说 只要几位都是美国人 拿上枪我们就是战略竞争对手 也是战略敌人 两年王先生 对不起我要打到你了 因为线上的观众很多 你已经讲了好几个 首先来说了 好 我们接下一位 宁夏的高先生 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 你好 不是洛家辉 中国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 T2.5的危害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流氓知识位置 张照中还把T2.5 不满说成是国防的利器 是吧 洛家辉人家代表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 共产党代表的实权暴政强权 阿西斯比对 不论是毛泽东 就凭毛泽东搞死刘少奇 搞死彭德华 爱中国的法律是不是该斩了两回啊 宁夏的高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让您讲到这 还有一位是山东的朱先生 山东朱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说话听到了没有 请讲 我作为一个基础民众 我对洛家华一先生 在中国 这个 台湾大使表面 就是深信的敬意 就是前任美国 对您来传达我的 好 山东的朱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还有一位是甘肃的王先生 甘肃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家庭好 我对洛家辉的 所在的工作 非常紧的经费 它是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 非常的中心 中国政府 它没有民主 它人民没有发言权 洛家辉对中国的民主 改革 对中国的很多贡献 人民十克新座 人民不征服 永远是自己起的 我就说这些话 我对洛家辉 感谢甘肃的王先生 非常感谢 你接来看看 中国的我们几位观众 说法 看来还是支持 赞扬洛家辉的比较多一些 赞扬洛家辉的比较多 因为洛家辉 作为一个华人 我想 他作为华裔的话 可能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 更多的关注 比其他的一般的 白人的那个大使 可能已经引起了一般的关注 而且洛家辉 他是经过了选战的 他是带有某种政治家风范的 这种大使 因为他过去当过州长 就当过商务部长等等 所以说 他比较懂得怎么样亲民 比较懂得怎么样推销自己 所以说 一般来说 老百姓看到了这个 和中国的官场的情况一对比 这个对比是比较鲜明的 所以对他引起了好感 我觉得这个是不奇怪的事情 那么海涛刚才那个宁夏高先生的 这个话说得非常到点子 说洛家辉代表的是这个 民主法治和宪政 那么恰恰呢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 就别了洛氏家族 洛氏家辉这个文章里呢 是对洛家辉的 从他吃饭 这个轻车减刑 背包自助游 说这些东西呢 全是他的这个戏码 在轮番的登场 那么甚至呢 还指控说洛家辉呢 在他华盛顿担任郡长的期间 还有担任州长的期间 对属地公司 有这个行贿的 受贿的行为 说他对这个行贿 是守到勤来 等等等等 那么从这些言论来看呢 就从这些言论 得以在中国的 这官媒中发表来看 是不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中国现在呢 离这个宪政的这个观念 还特别的遥远 我觉得你一篇文章也好 你不管是一篇协文也好 大篇文章也好 你应该针对他的这个政策 而不应该针对他的个人 比方形成一种人身的供给 比方说你看这篇文章他说 他说大使的本质是传声筒 让两家不至于稀里糊涂 动手的吵架动手 这是对的 那么但是若是不但不认识 祖先的文字 还看不懂中国的法律 这就有点这个就牵强了 他如果他真看不懂中文 并不表示 也并不表明 他看不懂中国的法律 他用英文 他可以照样研究 你把他一种对他的政策也好 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好 把他变成一种人身的供给 这就失去他原本的公平和正义 而刚才的辽宁的王先生 这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 他强调的正是中新网 对骆家辉批判的 展示出来的这一方面的东西 这就是好多别的网民 他不可以不敢沟通的 这篇文章也是代表了一些 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种 民族主义的情绪 当然 当然也有 我想刚才第一个位发言的 辽宁的王先生 是我们老听有了 是 每次总是首先来说 是吧 好 那么陈辉德先生 就您来看 骆家辉他这个现象的 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官场 有一种这个搅乱的 这样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是中国的官场 自动地在一个 所谓的禁止的那个映照下 显得自己有点乱了 他不是说是被骆家辉搅乱 而是在这个禁止的映照下 官长本身觉得自残行贿 因为骆家辉 他是按照他的想法 或者他的行事风格 来做自己的大使的 那么他这个做大使的方式 他的风范 包括他的道德行为也好 违政的政策也好 都对中国的官场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而且都是大家看得见的 所以对中国官场来说 有点看了骆家辉的做派以后 我想很多人心里可能有点酸溜溜的 要恼羞成怒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 也代表了某些人 在官场中间某些人的某种心态 也就是酸溜溜的 你在这儿来凑我们 好像是吧 要把这个露气 给他一发出去 我想这点也有这个 我们给你抵下去 其实显然看 中国的官场并不是因为 骆家辉了搅乱的 显然应该是薄熙来搅乱的 是周永康搅乱的 而且应该是说不好听点 应该是王力军搅乱的 千千万万的 包括千千万的 雷政父们 他们来搅乱的 一个骆家辉 他不会搅乱你中国的官场 没有骆家辉照样有薄熙来 照样有周永康 好 那么就是海涛 我想问问你 环球时报与此同时 也出了一个文章 善人评写的 胡锡进贤人 他说回过头来看 这两年骆家辉和美国使馆 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一些尴尬 但是不得不说 这些尴尬也成为 倒逼我们改革的 众多元素的一部分 那么您怎么看 他这几句评论 我还想说 这个善人评论 胡锡进 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 总体看 骆家辉的任职 无论从美国方面 还是从中国方面 评分都不应该低 既然胡锡进 被说成是中国的 几大五毛之一的 胡锡进先生 他都认为 这个不应该低 可是这位王平先生呢 不知道就说是 不仅是低 而且低的不能再低了 对吧 还就泼了很多 把他的皮肤肤色 都拿出来说是 连是把他瘟绳 宋文神的 这个话都说出来了 所以你这样的一种 在外交场合上 他到底合适不合适 管道网民 是有目共睹的 胡锡进还是值得表扬 他自己 起码在这篇 他发表这篇 善人评这篇文章来说 他起码是实事求是 对吧 就说明中国的这个官媒呢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骆家辉 在中国任职这段期间的表现呢 是积极支持的 他说是 胡锡进认为是高分 我们不给他打个高分 起码打个及格吧 时间的关系 我看我们今天 这个话题就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非常感谢 普利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和VLA卫视记者海涛 参加节目 好的 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 重要性正在扩大 人民币最终 可能会挑战美元的地位 请您锁定 VOA卫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